有着欧洲中国队之称,英格兰运气好的,犹如01年国足打10强赛的运气,好到爆棚,一路过关斩将杀尽死强,这下好了,国足又抗枪了,这部媒体人黄西音拿国足开玩笑,招大怒对,很多足球队员统一战线, 撕逼黄西,黄西的玩笑触碰中国足球队员的收益底线,这是他们不允许的,最终黄西道歉,中国有二种球,乒乓球和足球,一个是谁都打不过,一个是谁都打不过,黄西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建议把国足解散,用这些钱去修建足球场,让踢的好的人出去国外吸球, 等到什么时候能够凑齐11个好的足球运动员,再向世界杯发起冲击,凑不起也不会耽误球迷看世界杯,黄西的话语也招到了众多国角和媒体的讽刺,将他称之为小丑,为了趁热搜脸都不用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黄西也做出了妥协,他更新了个人一则个人消息,写道,我就提了一个我是外行人的话题,提了一个根本就不会实施的建议,本来只想一笑而过,却没有想到给了他人破口大骂的机会,随后,黄西也收回了自己的建议,删除了昨日的话题,黄西本人也没想到,就因为他随手发了一条微博,会引出那么多的事情还被别人骂了, 在这件事后,黄西也就立马删除了微博,并称本来打算是以笑而过的,没想到引来那么多人的骂声,中朝豪门鲁门镇中的国角周海斌就陆斥,道,中国足球确实落后,但轮不到你这个门外汉指手画脚,你应该建议去解散美国国家队,而另一支中朝豪门华夏幸福镇中的现役国角中场尹鸿博则直接回对岛,无知可笑的小丑,建议完毕, 而尹鸿博在华夏的国家队队友也互动地表示,你理他干嘛,不给他脸吗,小编要申请加入国足,我现在工资真不够用他,听说国足队员都是年薪千万,我现在申请跳槽,加入国足,理由如下, 一,我也能不赢球,二,我也不能带球突破对方球员,三,对方球员带球也能很轻松地把我晃过,四,面对对方球门,我也设不进球,五,我也接不住队友传给我的球,六,我也不能把球准确地踢进球门,七,我踢完后可以痛哭流体,八,我哭完后可以继续完步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打开了解更多,终于有人站出来讲真话了。 感谢观看